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发生种族冲突,导致22人死亡 军队已被授权随时向被坏而是暴民的人开枪 当地暴民焚烧抢略民居后,官员于星期二呼吁军方加派军队镇压 在最新的一宗事故中,几百人袭击一列突快火车 自冲突于上星期五发生以来,已有超过4万人逃离家园 印度政府已为流离失所的人提供临时帐篷居住